这个图纸的形状将它摆在地面上摆好 摆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灯的面罩是像地面的 铝材是像上面的 因为我们最后需要将灯整体往天花上拖上去 整套1028的安装我们主要分成几个组来安装 内部图形我们分成了一二三四组 外部图形的话就是一个外框为主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细节的拼接方式 是拼的第一组 第一组也就是这边内部第一组 单条过来 在第一组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右侧的每条 每一条这里是空出来的 意思就是这边的线其实都是不用拼接的 我们就按照这个形状先拼成第一组 拼接的时候我们双通的地方 两根灯管对接的地方 我们就用两通120度的两通进行拼接 在拼装的时候我们要注意 拐头有logo的一面 其实是向着地面的 所以我们放的时候也是这个方式这样子放 然后先将弓头 弓头线也就是带铜针的这一面 这线穿过拐头 将灯与拐头 这条灯与拐头卡死 现在灯与拐头一定要卡死 然后拼母头进行对接 对接的时候要注意 弓头里面的铜针一定不要插歪 一定要对上母头里面的孔位 然后将拼接好的公母头 藏在另外一条灯的铝材里面 继续进行灯与拐头的拼接 这样子我们第一组拼接完成了 然后再进行接下来的拐头对接 然后我们要接的是一个三条灯对接的地方 三条灯是怎么对接 我们看一下细节 三条灯对接的时候 我们也是注意拐头 一定要注意logo是朝着地面的 然后我们这里设计到一个三端子的线 三端子的线 我们也是有公母头这样子拼成的 这里呢 我们是将三条连接在一起 所以首先呢 我们先将三端子线 放入拐头里面 通过三个孔位出来 每个孔位出一个头 然后进行三条灯的连接 好 下面进行灯的连接 连接的时候也注意 拐木头对接以后 也是将拐木头藏在灯体里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好以后呢 我们是以同样的方式 内部图形就只设计到两通和三通的拼接 所以同样的方式 我们进行四组的一个连接 连接之后 我们这一边第一组的左侧的一条灯 也就是这个位置的这条灯 其实是不进行对接的 所以我们第一组拼接完以后 将这一条的公母头是藏在灯体里面的 然后这一条还有这一条 都是我左侧 左侧的那一边都是藏在灯体里面的 公母头都不进行任何对接 然后是同样的方式进行第二组 第三组和第四组的拼接 第二组这个位置是设计到一个三通的 三通的话这里两条是对接的 然后这个地方这条灯是直接卡进这个三通里面的 所以才能构成这个形状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外框的拼接 外框呢 我们的外框长是由4.7米是由4条1.2米构成 然后宽是由2条1.2米构成 外框的拼接我们设计到两种拼接方式 第一种就是直通的拼接串连 然后就是90度拼接的拼接也是串连 其实外框的拼接都是很简单的 一条线走过来 我们的每一种拐头呢 下面都是又带logo的 将logo朝地面 然后先将拼头插入 从刚讲到的120度凉通是一样的方法 将拼头先插入拐头 然后进行拼木头对接 对接好之后呢 将拼木头是藏在这边的灯 体里面的 然后再进行灯与拐头的卡锡 这样子拼接呢 我们整套灯就算完成 然后我们讲的是整套灯的出现方式 我们标配的安装说明里面 都有一张接电示意图 接电示意图呢 也有很清楚的标记 因为我们是按照一组 两组 三组 四组 这样子拼接出来的 最后出现呢 也是按照一组 两组 三组 四组 这样子来出现的 也就是我们整套灯的话 加上外框一共是出五条线 在我们实际拼好的这里呢 也就是这里为第一组 让我们现在出现的话 就是在这一条的这里 我们马上去进行细节的演示 因为第一组的话 我们维度出现这里 是跟第二组 这里已经拼好了 一个三通这里连接的 所以我们先将 这里有个剩下一个母头 那么我们就要用一个宫头线 标配是有那个单的宫母头线 先插入 先进行对接 宫母头的对接 对接好了之后呢 我们将宫母头 藏在灯体里 藏在灯体里后 将两根线 通过我们拐头的孔位 进行出现 好 我们第一组出现之后呢 就要进行 与第二组的那个拐头的对接 这样我们第一组的线也就出现完毕了 上面多余的这一条单的这里连接 就只需要把这一条灯的宫母头藏在灯体里面 然后再进行连接这个三通头 那一条是一样 以后的每一条都是一样 右侧的那一个宫母头都是藏在灯体里面的 只进行三端通三通的那个拼接 然后第二组同理 我们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出了一条线 然后第四组就是在这一根的这一边上出了一根线 另外一边的那个单条的都是多余的宫母头 都是藏在灯体里面 然后第四组的话 我们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一条的这一侧出了一个线 接下来是外框的出现方式 外框的话我们是线路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一条一条串通整个长方形 在最后末端的时候呢 我们是用90度的两通 90度的两通呢 我们有一条 其实只需要出一条 所以我们另外一端是藏在灯体里面的 藏好了之后 这样进行拐头的对接 对接好之后呢 另外一个线头 我们也是有用标配的那个宫母头线进行对接 同刚刚的方法一样 再进行最后的一个拐头一针的连接 好 整套灯就出现完毕 一共是出五条线 然后我们再进行那个接电的测试 点亮灯测试 如果所有的灯都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那个拐头与灯的卡死 因为我们标配的话是有一种那个焦的卡头的 好 卡头都是卡在哪个位置呢 因为我们那个拐头这里是有个孔位的 然后灯上也是有个孔位的 将卡头直接按进去 就进行了拐头与灯的固定 整套灯亮灯完毕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卡死之后呢 就可以整体往天花上固定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